第33題乘上題請問小黑沿著哪一個斜面滑至B點時測得的速率是最大的 我們曉得我們小黑在A點的時候是靜止所以他動能是為0然後位能呢是最大的 而滑落到B點的時候呢最低點所以位能是0然後動能是最大的 因為題目忽略所有的摩擦阻力所以呢 過程中機械能會守恆所以動能加位能會等於定值 也就是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小黑在 最高點的A的位能呢就會等於在最低點B的動能 因為我們最高點的位能是一樣的所以落下來的最低點的動能呢也是一樣的 那動能呢是1 2mv平方 同一個人只要是相同的 所以如果動能要一樣呢速度也要一樣 所以滑落到 B點的時候不論循著哪一個路徑他在B點的速度大小是相同的 第33題問我們說 請問小黑沿著哪一個斜面滑至B點時撤得的速率是最大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3個斜面皆相同 請問小黑沿著哪個網站 請問小黑沿著哪個網站 柯